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航空网友们关注的几件事情 Kim Sono 12月复出 因与前女友的争议演艺生涯面临危机 在低设曝光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后 情况才有了大反转的Kim Sono 将在12月3号进行电影《Sleeping Your Dead》的剧本会议 这也是在正义爆发后首度重启工作的行程 而当天除了Kim Sono之外 其他出演演员们也都会参加 而另一方面 Kim Sono原本参与的固定综艺节目《一半一》 则是在官方IG删除了Kim Sono的痕迹 更新了五位成员的海报 对啊,又没有做错什么 非常期待电影 怎么办呢,本来一点关心都没有 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喜欢上它了 不管怎么样,形象是无法恢复的 Loblige-Miju与Yujesuk成为一家 11月16号,与文林娱乐合约到期的Loblige成员Miju 第二天,与Yujesuk的所属公司Antena签订了专属合约 Antena表示 公司会全力支援Yujesuk来展现自己的能力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Imiju新的开始 Miju也透过IG表示 我会在Antena开始新的活动 以后会让大家看到更加发展的自己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姻缘 Miju恭喜恭喜 Miju不只是综艺,歌唱得也很好 所以一定会成功的 Miju的个人专辑看来不是在文林 而是会在Antena发表吧 Kinggomo无嫌疑 去年引起性情争议的韩国国民歌手Kinggomo 11月18号 首尔中央法院以没有嫌疑不起诉处分 结束了此案件 但是对于Kinggomo方对女性提出的误告罪 警方也以误告罪不成立结束了案件 怎么有点奇怪呢 性情无嫌疑的话 应该误告罪会自动成立吧 又不是性情又不是误告 那到底是什么 因为一个人的误告 让国民歌手的形象彻底倒塌的事件 应该是用钱和解了吧 健身网红道歉了 取其Kinggomo使用药物的健身网红 上传了道歉影片 因为身体实在太好了 天生就能有很高的男性荷尔蒙数值 也不是奇怪的 我只是以经验推测了而已 好像是我判断错了 我会下架我说Kinggomo使用药物的影片 然后会留下这个 Kinggomo应该是自然的 Kinggomo有着很优秀的基因 所以可以做成那种身体 我向Kinggomo以及Kinggomo的粉丝道歉 还基因什么的太稠陋了 哇 这时候后面还放着厂商广告 我的妈呀 品中国也说了 只需要道歉就可以 所以这个争议应该就在这里结束了 哥 你赢了 一个月的奴隶生活 昨天晚上 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出演Stream Woman Fighter后 受到很多人气的 Cooker & Butter舞者切特森的爆料 内容简单整理一下 重点就是 这位网友在高中生的时候 看到切特森的影片后 报名了切特森的课程 只如在2017年开始 正式以舞团的团员活动了 网友表示 在2018年的有一天 切特森老师要我一起去 卡梅卡学舞蹈 当然是因为其他团员们 都有事情不能去 结果就我跟老师 两个人去了卡梅卡 就这样开始了 一个月的切特森奴隶生活 这一个月来 因为没有洗衣机 我必须要每天 收洗他的衣服跟内裤 甚至还会直接脱内裤 给我让我洗 到了晚上也要给他全身按摩 然后还说 我的头发有点乱 要帮我剪 我本来长度到腰的头发 也被扇子剪掉了 然后再整理自己下面的毛后 都直接放在厕所里就出来 让我进去打扫 然后我不吸烟 但是他每天都会在房间里抽烟 在卡梅卡的一个月中 有一半是在他的 卡梅卡男朋友家住的 有一天在派对结束后来到家 他跟男朋友直接就进房间里后 发出了做爱的声音 我当时非常慌张 就一直假装睡觉 这时候同住在那个家的 男朋友的朋友 突然来到我身边跟我说 我们也来做吧 我有一直装睡 无视逃避了那个情况 然后还有一次 他想要看海豚游泳 让我去筹钱 我哭着打电话 让母亲会签了 然后上传了一些证据照片 之后就有网友们 在钱特森的IG 找到了网友爆料的那个时期 钱特森与一位头发 被剪奇怪的女巫者 在卡梅卡跳舞的影片 终于被爆料了 他在这个圈子很有名 周围没有人都是有理由的 就是想带个什么都不知道 小孩子当自己的佣人去的吧 那样的话 最起码费用应该要自己付吧 是吧 我连嫁人的内裤都没有洗过 别人的内裤要怎么洗呢 这网友也太可怜了 韩国电影五大登场戏 一位网友整理了 韩国电影中的五大登场戏 观상 이정재 늑대 유어 강동원 끝까지 간다 조진웅 뷰티 인사이드 이진욱 수상한 그녀 김수연 김수연的那个片段 当时电影院里的叫声 真的不是开玩笑 늑대 유어 강동원登场的同时 大家都感叹了 그까지 간다真的是名作 没看的人一定要看 那么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登场戏呢 我个人是觉得 그까지 간다 조진웅 늑대 유어 강동원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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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